我联合国人民同资决心 预免后世再遭经代人类两度胜利惨不堪言之战火 这是联合国宪章序言当中的第一句话 也是我们的先辈在将近80年前建立联合国的初衷 虽然现在时过境迁 世界仍面临着局部冲突、流离失所、饥饿贫困、气候变化等各种挑战 时至今日,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有超过10万名文职人员 在全球近4000个地点开展工作 每年为改善1.6亿多人的生活和生计而努力 但即便如此,有不少人可能仍然要问 联合国到底在做些什么? 这样一个庞大机构在当今世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的看看联合国就将带领大家 跟随第三方视角来找到打开联合国的正确方式 在演播室当中,我们请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常驻联合国总站的记者,徐德志 德志,你好 你好,何一 那么我们现在在线上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为什么说神秘呢? 我觉得大家一看便知 是不是觉得看了个寂寞 那么这位呢就是在B站被认证为知识领域优质UP主的 在网络空间从未现出真身的 然后现在远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小Q 那我们一起跟他打个招呼 小Q你好 小Q你好 联合国领域为二的双寡头在这儿汇合了 这个是自封的吗?还是公认的? 魅联二人组 魅联二人组 这个车号我们待会可以好好地聊一聊 两位呢其实或多或少跟联合国都是有一些关系的 那我首先想跟德志来聊聊你跟联合国的那些事 哇,我跟联合国关系大了去了 我现在就在联合国总部 其实很好理解报道联合国是你的本职工作 但是呢你也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变 每天中午在这个武器发布会上 跟秘书长发言人有非常亲密的这个过招 然后呢还顺带推出了一个非非宿命题这个产品 现在你应该知道在联合国 不管是在联合国系统内而系统外 有很多人是天天在追啊 就像追连续剧一样 那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你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个产品的 一方面呢也是让中国的观众更加的了解这套体系 讨论说哇,你做得好舒服呀 或者说哎,你怎么斜着看人呢 实际上我们都是以一个最舒服的状态 去提问发言人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问所有的发言人的问题 85%我是得不到正确答案的 我觉得我又做了工 但是就没有用 怎么办呢 我就想了半天 那要不然就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 做成一个这种实录形式的这样子的一个片段 结果没想到哎,大家对这个东西还挺感兴趣的 所以呢就顺着就做下来了 那最新你会预料到会 共享那么多名场面吗 会吸引这么多的关注吗 没有哎 讲真的没有 但是 但是后来我就在总结这件事情 就是 参加这种五间简报会 我觉得至少更加的了解联合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五间发布会上 很多的联合国的消息 都是通过发言人在那个场所直接宣布的 比如说秘书长要出访了 比如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了 表达关切了 所以说其实你能够最快的接触到这个新闻 那我这里要先Q一下小Q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追那个得知的非配送命题 追,我每天都追 那是我的素材来源 但是对于你来说的话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你跟联合国是有怎么样的渊源呢 我也是联合国退役员工了 就曾经在这个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吧 工作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所以也其实算是秘书处的这个序列 后来呢 也服务过其他的联合国系统机构 那我自己后来闲着没事的时候 作为这个B站老用户呢 就随便做了几个视频发上网 后来没想到 自己瞎做的视频 实际上比上班认真做的视频效果要好很多 那然后就这样坚持做了下来 所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做视频的初衷和一些渊源 所以根据得知有意趣通工 对对对 是都有一点偶然的成分吗 是这个意思 对我觉得是挺偶然的 可能如果当初没有那么多人看的话 我就也不做了 但是发现大家看的人越来越多 发现大家居然还挺喜欢 大家确实想了解联合国背后的故事 那既然说你跟联合国这么有渊源 那今天上咱们的节目 我不知道有这样 可不可以提出这样一个 过分的要求 过分的要求 我觉得是不情之情 就是你可不可以 第一次在网络空间 显露真身 可以可以没问题 那我们就 倒数五个数是吗 对倒数五个数吧 来吧 五 四 三 二 一 哇 哇 记得帮我美颜一下 谢谢 我想此时此刻 感到最为兴奋的群体 应该就是小Q的粉丝 对对 那接下来就想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 你的栏目当中一个很大的亮点 我会说很大的一个比重吧 就是会议解说 给我们讲一讲 你的一个编排的思路是什么 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到 大家会喜欢看联合国开会 可能是因为 不知道 就是他没有听说过 或者说没有参加过 那对他来讲 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环节 这种陌生和会议中出现的一些反差 比如说各国代表有时候指名道姓的 又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 马尔他代表 边做主席还边刷手机 大家这种反差感 我觉得给大家会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些故事 那么我们把大家的这个兴趣 感兴趣的地方亮点去集中起来 当时我觉得我的这个制作思路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还知道 这些小Q的会议解读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也是我们特别觉得 惊讶的 就是他的那个语言能力 特别是每次开始的时候 总会有那么几句特别精炼的诗 我们称之为定场诗 万里长空鸟飞绝 星际战舰头上悬 美俄互问对方好 今年不是太平年 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可以 达到那种出口成章的那种水平 所以说我现在也想讨一下 但是对于今天的节目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 万一被问到了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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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那我们就静静的聆听一下 小Q为坎坎联合国准备的这场 定场诗 好 那这个今天给大家送上的这首诗叫 连通四海五胡克 合力共求天下宁 国泰民安为所愿 九州万里 叛太平 是那个味 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要不我也来一首 你能出口成章 来来来来 那个这个得请教AI啊 对吧 哦 哎没有啊 我就随便来一首吧 他那个他那个是定场诗 我这个真的就是打游诗了 来来来 小Q不是导盲犬 诗书满腹 信手拈 风趣解说联合国 到了今天还露脸 对吧 谢谢 谢谢 我现在只是比较汗颜 我没我怎么没准备诗呢 你来准备一个 来来来来 我真的是达不到这个水平 就是没办法出口 就知道 而且也现在现场也没办法求助AI了 对吧 哎呀 遗憾 我觉得两位就是有这种 很难言语的一种默契 而且是有 你们的节目频道 甚至有了一种互补性 我觉得这是 双寡头嘛 对对对 恰好就是我们俩 怎么说呢 也算是一个配合了 就是我先把这个事给出去了 然后大家就在我下面 疯狂的at小Q导盲犬 然后说 快快来了 现在你该做会议解读了 小Q你压力很大吧 对 我其实每次 我看到那个 我的大概有三四十条 我就知道出大事了 出大事我就开始加班 各位小Q的粉丝朋友 你们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干 对吧 太邪恶了 怎么感觉是在互相拆台 其实没有了 你们在背后也捣鼓了一些东西 你们有 是有一次还是说 有几次这种联动 有一次其实 真正意义上的 是有一次正经的联动 就是真的是我们一起做一个视频 我们合作做的 小Q送命题 这个当时特别好玩 就是我们在想 小Q要不要你来提问 我来当一次发言人 然后当时就做了 其实那个做的 揭露了联合国的一些秘密 然后也吐槽了一些事情 你知道我们那个节目上线之后 很多人都评论的是说 徐大志你怎么自己演自己啊 就好多人觉得我跟小Q是一个人 你们今天看见了吧 小Q和我不是一个人 就大家就觉得 哇这俩太魅连了 那应该是一个人吧 对那我们现在就谈谈魅连这个词 好好好 我开始从那个网友的评论来的 那魅连让小Q讲怎么来的 我觉得有一些网友可能觉得 我认为就是凡是两个凡是 凡是联合国说的都坚决的赞同 凡是联合国的决议都坚决的遵循 那他可能觉得有这种 为联合国就是是圣旨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实际上你觉得你是这样吗 我上次跟徐老师讲 就是像我们这种稍微有一点 就是这个insider 作为一个局内人看这个联合国 我们其实往往比在外面的人 更清楚的知道他的各种弊端 需要改革的地方 或者说各种工作上的问题 所以更多的只是 我们希望是比较客观的 全面的去做一些介绍 无论是他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 用我经常说的话 就是你不要去神化他 不要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完美无缺 是一个天堂一样的一个组织 也不要去丑化他 认为他是一个什么都干不成的一个组织 所以我们这个度 其实我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倒是没有感觉很魅连了 就是该说啥说啥其实 对我来讲也一样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给我贴上魅连的标签 他们是没有看到我每天 把联合国的发言人 给折腾成什么样子吗 是啊 对啊 实际上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打开联合国 教大家怎么去正确的打开联合国 或者说给大家一个建议 怎么去正确的打开联合国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联合国 多少来着 一万 几万来着 超过十万 对超过十万员工 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 然后旗下有那么多的机构 实际上就包括 我觉得包括我和小Q 其实我们对这个组织 也不能说是完全彻彻底底了解的 这个时候 就是你要用一种非常平常的心态去看待它 它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有所能 有所不能 它的限制在哪里 它的能够施力发力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要非常清晰的告诉观众 两位频道的这些粉丝们 他们肯定也是对联合国有基本的了解的 但现在我就想请两位up主 对于那种联合国的摩案汉 你们有什么建议 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 你首先需要具备什么样一些基本的知识 我觉得没啥 你非要知道不可的知识 你如果就是说想做一个吃瓜群众 围观一下联合国 那啥也不需要 但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 你知道一下六大主要机关 知道一下联合国的权力结构 那你吃瓜的时候就能吃得更明白一点 所以我觉得最最基础的一点可能就是 联合国它是一个平台 它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说中国美国法国联合国 实际上联合国和前面几个不一样 它更多的是一个多边主义舞台 它有没有主观能动性呢 它有主观能动性 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它的行动实际上是会员国的授权 就说白了 还是要联合国大会 或者我们说安全理事会 去做出政治决定 然后联合国去实际的去执行它 所以说联合国的雇员 它是秘书处的雇员 那秘书长 他其实是秘书的一个头头 这些人都是秘书 因此呢 我们说你不要去把它想得太过于强大 它其实就是说各国的政治斗争 发挥了很大作用 那同时呢 既然如此 也不能让他背太多的黑锅 有些事情也不是他能够管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稍微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 我们抽离去看 无论是看这个联大开会吵架也好 还是看联合国的在各地的工作也好 可能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 对 我就接着小柯接着说吧 其实它是没有门槛的 只是看你关注的是哪个内容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想让这个瓜吃的更甜 你要想加点糖 那你做的这些简单的比如说联合国的刚才说的组织架构啊 各个那个机构的功能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里面的这个糖 你就把它放进去以后你的瓜就啃得更甜了 哇 这个好吃好吃 我之前其实举过一个例子 我就说联合国呀 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大公司 这个公司呢 它有193个股东 然后其中呢有5个大股东 其实你如果把联合国从这个方面来看 你就你就能够想通很多事情了 你想你公司你也不敢得罪股东啊 很多时候特别是大股东对吧 不过我觉得小Q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还蛮重要的 就是说联合国很多工作都是要依照授权来做的 就是互援国的授权 那这里我觉得权 我们不应该把它理解成权力 就是说power 因为它原本的字叫mandate嘛 应该是一种权责 这是你的一个职责 你应该做这些事 那其实在包括像你们说的组织架构啊 还有联合国的这个mandate 在一本根本性的文件里面 都是规定的很清楚的 那就是最近火了一把的 联合国献章 今天我跟那个 我们带了两本不一样的版本 这两个不一样的版本 对我这个是绝版啊 就是特别早的 对我这个是新买的 这个是6美元一本 就在联合国书店就有卖 最近呢因为一个那个众所周知的事件啊 就是大家对于联合国宪章实际上是非常的关注 然后当时 呃那一天得知也去 就这个像 秘书长的副发言人 呃 发尔汉士也提问了 他当时 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感动 他就说只要联合国在 联合国宪章就在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看那只是一本宪章 我这儿还有好多好多本宪章 我这儿好多本宪章 这是有备而来啊 就是还要把这个呃 场景给复刻出来 哎呀对我今天拿了好多本宪章 宪章所代表的精神也完好无损 对 这句话确实是很好 对 其实反过来我们应该知道 联合国他建立的根本就是来源于宪章嘛 而且宪章是先于联合国的嘛 对吧 你反正都拿出来宪章了 跟大家念一段吧 宪章的那个序言 第一段就是 我联合国人民同资决心 遇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胜利 惨不堪言之战火 这个应该说就是建立联合国的一个 最最重要的处众 对 所以你说联合国到底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算是成功的 确实 这个就是用一句老话 就设使天下无有辜 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就现在看着 虽然它战争还是有 冲突还是存在 问题还是很多 但是哪怕有一个多边外交平台 坐在这里 有一个会议室 让大家可以坐在一起 开会 心平气和的 哪怕是互相敌对的国家 也在这里坐着 互相骂人 这已经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机构在这里 我发现大家现在在联合国的认知的状态 其实是在朝一个更加理性的方向在转变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其实联合国在很多发展问题上 很多人造主义问题上 干了很多事情 不管这个是自媒体在做这种虚假宣传 或者是甚至上升到一个国家政府层面 在对联合国针对联合国的虚假宣传 或者虚假信息 实际上最后都是在消费的是人们的情绪 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一种 恨铁不成钢 因为我们大家都期望一个 公平和正义的国际秩序 或者说我们期望一个和平的未来